俄罗斯为什么要设计这样有趣的套娃呢 就是一个小男孩在救牧羊的时候 把小妹妹脸丢了 他非常想念小妹妹 就按照小妹妹的模样 刻了一个漂亮的小木头娃娃 每天都在身上 过了两年 他想小妹妹应该长大一些了 更美丽漂亮了 于是又刻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木头娃娃 这样一直过了十年 小男孩长成了英俊的小伙子 身边还带了自己刻了七个不同大的木头娃娃 后来他把这个木头娃娃掏空 然后呢一个套着一个 思念的时候就打开 一个一个的打开 这样这个故事呢就流传下来 变成了套娃 杰哥 我们要上天了 这次的木头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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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